王宝强母亲直演 在儿子家里待久了就很烦 其原因让人不然大怒 王宝强不是白莲花 而马荣也不是马金莲 这是仅仅是一场失败的婚姻 而且一塌糊涂 王宝强马荣这夫妇的确是厉害 离婚时风头盖过了奥运会 然而今年的世界杯也在他面前 也显得暗淡失色 家丑不可外扬的道理 相信读过书的人都明白 但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对家庭对孩子真的有利吗 说来说去罪恶的源头 还是经济人送折 马荣这一出轨就拆散了两个家庭 要在古代这是要进竹容的 在离婚前从王宝强带母亲上综艺节目 直言在儿子家里待久了就很烦 其原因让人不然大怒 据说王宝强是位大孝子 自从出名以后就和父母两地分居 很少见面 当时王宝强就经常把父母接到北京来住 但是母亲说不习惯待不久 便不愿多待 而王宝强却逢年过节会家乡探亲 却不见马荣的踪影 在离婚前不久 王宝强带着母亲参加了一档访谈 那中一节目最熟悉的味道 有主持人采访的王宝强母亲 对媳妇满不满意 对媳妇有什么意见 他母亲谈年道 行了咱就办 不行咱就算 从言论终究可以看出 王宝强母亲对媳妇马荣不是很满意 接着支持人在问道 马荣的各种细节 他母亲也是用不知道三个字来回应 有一段视频中主持人林勇 单独访谈 王宝强母亲 明明那么爱儿子 为什么不干脆住到王宝强家里呢 王宝强母亲听后连忙解释道 自己在宝强家里待不习惯 住十天半月还行 住久了就不行 最后还是忍不住直言 趁很烦 这是儿子家庭满意的表现吗 反正小编听到了不满意的声音 自己那么爱儿子 再加上有两个那么可爱的孙子 孙女 谁不会想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呢 所以从这些细节里就可以看出导致离婚 的是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怨气 这其中也包括婆媳关系 马荣是否嫌弃王宝强的乡下父母 从王宝强家前保姆那里就可以得知 马荣父母就与王宝强是对门 而且王宝强 马荣的子女都是爷爷奶奶带着 王宝强平时又是忙于工作 所以不经常在家 王宝强母亲想孙子孙女了就来到儿子家里做客 而马荣母亲每当看到食物发出意味不舍的丢弃 便让保姆做成饺子来给王宝强母亲食用 可是谁都不是傻子 也许为了儿子的幸福 也只能把苦咽下肚子里吧 不少网友看到这台消息无然大怒 这些王宝强自然也是铭记在心 其实王宝强马荣离婚案 持续了两年之久 爆出的猛料眼不断刷新我们的三观 在偌大的娱乐圈中 明心出轨是常事 为何单单这件事被社会舆论关注着 因为王宝强是公众人物 随着地位上升曝光度自然也就高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简离婚案 倒映 这现代社会每个家庭的影子 触动着不少国人敏感的内心 不管怎样 我还是很同情王宝强马荣 生活不亦且景且珍惜 你有希望过他俩 有复合的那一天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 多多的和小编交流哦 喜欢这篇文章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加关注 微信 主持人体 感谢观看